记者杨新慧 郭安家台北报道 今天柯市府到市议会进行施政报告 台市议员陈一周直询柯市府大湾北区问题 但林周明答寻时却惹怒陈一周 他认为林周明答非所问 气得他大骂三字经一度冲到前面 不过被人拉住 之后大骂一句混账 便回到座位继续质询 北市中山区大知名水路的大湾北段 土地使用分区位商业区 娱乐区并非住宅区 但当年许多建商盖大楼 卖出低于周边市价行情的违规住宅 违反都市计划法 去年北市透过税籍资料 采罚大湾北段的1678户商业宅 引发当地居民反弹 北市府原本要对违规宅进行开发 但后来同意每平角16至18万元回馈金 可就必合法 但住户没前脚 大湾北违规宅民众拙置 议会楼下赌客文哲 由名义代表拿成情书交给柯 柯翻了一下便走上议会 准备施政报告 陈一周经对此质询 认为不该裁罚这些居民 因为他们当初买的时候 并不知道是商业宅 并做了简报询问柯是否问题 当地居民今下午夜练习议会四楼旁听席 看陈一周质询 林周明回答相关问题 谈到了大湾南区 但陈一周强调自己并没有讲到大湾南区 认为林周明答非所问 他相当不满林的态度脱口而出 XXX的三字经一度暴怒 重向林周明 但遭人拉住 他生气地说了混账 便退回座位继续报告 场面随之平息下来 柯文哲稍后表示 北市府态度还是要坚持处理 这是累积多年产生的问题 况且监察院也提出看法 继续犯法下去不是办法 把它合法化 将请副市长林清荣局处长组专案小组 出进行都市计划通盘前套 也可请议员居民代表参加座谈会沟通